几乎只在非洲流行的猴豆病毒在多个欧美国家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疫情还在可控范围 但也直言目前病例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截至27号猴豆病毒扩散到全球20多国 英国106例 西班牙98例 葡萄牙74例 美国12例 墨西哥也通报境内确诊首例 各国累计病例超过200起 专家认为这波猴豆疫情传播方式很不寻常 许多欧美国家确诊者都没有非洲旅游史 西班牙病例暴增几乎都跟当地一家三温暖举行的同志集会有关 由于猴豆会透过飞沫 亲密行为或共用医务传单而感染 不排除是在集会过程中传播 但传染病医师提出警惕 每个人都可能感染病毒 不该针对特定族群 以国国内储备大约1000剂猴豆疫苗 和以亿剂对预防猴豆有效的天花疫苗 CDC也计划为实验人员 公卫人员等提供疫苗施打 目前世卫组织认为没有必要大规模接种疫苗 但有病毒学家说猴豆病毒的进化远超过预期 甚至可能出现超突变病毒 增加人与人传播的速度 呼吁是为组织加速应对 以免重蹈新冠肺炎复彻 记者综合报导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沉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 717 帮你把好康带回家